嗨!我好像從來沒有拍過淘寶開箱 那這一次呢 我是陪著我們家老爺拍 他去寧波拍戲一個禮拜 居然帶回那麼多東西 來看看他都買些什麼吧 這一次很誇張 他就問我說 欸我要去大陸拍戲 那你沒有要什麼 我就選了一些衣服 就也沒買多少 然後他突然跟我講說 我覺得我這行李箱應該帶不回來 你也買太多了吧 在淘寶你找一個東西 他就找類似的東西讓你看到 所以就一直滑不停 一直滑不停 每個東西都是你有興趣的 中間沒什麼事情 就一直在買 先講一下這支剪刀 買東西的時候 他就最後滑一項說要不要加購 他說這個黑鋼 剪的不會流殘膠 聽起來不錯 我就結果我就買了 眼睛看到基本上都是他愛買的 反正你主力買衣服啦 所以我的衣服也是小巧買的 各司其質 微笑憋眉尾 欸哪有啊 細盤掛鉤 酒店房間很多窗子 或者浴室也有玻璃門 貼在玻璃上之後 然後折下來 他就等於吸上去 就可以掛東西了 他其實就緊了 打開他 偷一下他旁邊的吸盤就起來了 上午巨蛋里去20天 玻璃面的都被我掛滿了 洗完寶寶的衣服 襪子啊 內褲就可以把它掛著 掛鉤夾子 一件褲子啊 他只要一個這個就可以了 夾也不太會有太深的印子 出差的時候用這個夾個襪子 內褲也蠻好用 因為他很小 目前我自己就會戴衣夾 然後我會戴很多小夾子 看哪樣比較好用 到時候再跟大家分享 這其實就是一個很簡單的 在浴室裡面的吸盤 掛臉蓬頭的 畫一個給寶寶用 透明白色的 可以掛臉蓬頭 這多少錢也不要問我 我都忘記了 淘寶上的東西 基本上就是 這是什麼 其實蠻重的 這隻很大隻 我看不太出來是什麼材質 這個呢 其實就是專為洗澡設計的 刷背心 它是做這樣子的 重點是它是電動的 還有兩段素耶 高速選擇 我在那邊有洗過 還蠻舒服的 好水 你兩隻手 然後拿一個毛巾 不就可以刷了嗎 不一樣不一樣 它有不同的刷頭 就是矽膠 我這個刷毛感覺是舒服的 然後充電器 充電線拔掉 對上去這樣就可以充電 所以如果跟我一樣洗不到背的人 我完全可以啊 洗得很徹底 好 你們比較厲害 我沒辦法 沒有 汽車的除油墨清潔器 這樣子一組的 可以把它倒進去 把它打開 像海綿一樣的刷頭 就可以清 效果怎麼樣不知道啊 或者是有用過的朋友也可以跟我們講 這是車子的垃圾袋 它有附贈90個垃圾袋 這帶皮質感的 然後它是可以掛在那個 前座後面的那個夾層 磁吸式 開 這個就可以把垃圾袋夾上去 家裡有寶寶需要洗屁屁可以用 我們家現在已經有在用 淘寶上有很多各種廠牌 就是一個水龍頭的延伸管 所以這邊是接原本的水龍頭 這邊是出水 那出水有兩種 一種像花灑一樣 然後一種是水柱 可以這樣轉 洗屁屁的時候就很好用 因為它有延長 抱寶寶洗的時候就比較方便 這也是我滿推薦的 現在慢慢大了 它想要自己站在一個椅子上學洗手 然後我覺得延伸也很好 不然它根本就洗不到 抽取式面子漿 原本我們家呢也是像這個一樣 然後你就往下抽 但是我們家那塑膠的 衛生紙很滿的時候 它就超難抽出來 會破掉 超麻煩 你會放在外面用 這是他們現在是用固定膠黏的 不用鑽牆 這個我覺得就滿好抽的 因為我特別來帶衛生紙去試 而且有點卡卡 還好還好還好 還行 比我們那個塑膠的好很多 前面的這個就是捲筒式的 抽取式就在中間這一道 上面有小小的皮排 這個是側面的 非常好抽 對 側面我覺得就沒問題 擦玻璃的布 這也是喔 我滑滑不小心它就跳出來了 介紹上說不會殘留任何毛穴 那以後玻璃都交給你擦 交給這條布擦 擦的人在看是誰 哈哈哈 接下來這個是一把小的清潔刷子 廚房流理台啊 瓦斯爐啊 QQ的啦 然後就可以擠水嘛 可以出來就可以脫底啊 嗯 吃了幾個 它真的很愛買這些東西耶 我現在我要找地方放它 夜路走多總會碰到鬼嘛 東西買多總會碰到 有些不好用的嘛 但是看起來好像不好用 搞不好很好用啊對不對 就是強力吸鐵掛鉤 家裡有金屬的東西的時候 可以掉 真的可以很重耶 對 它可以掛很重的東西 很強喔 可以蠻強的 我掉去那邊就可以用 我要買三副布克牌 壞 你有沒有好看啊 我也可以這樣燒一下 它也不會壞 水也不會怎麼樣 不就布克牌嗎 塑膠的卡 喔 漂亮 喔 好硬 喔 好硬喔 這個牌 你不會洗啊 我洗牌很厲害了 漂亮嗎 新龍 真的很不能理解耶 這多好啊 這有一個力氣 超好刷的好不好 有三四塊台幣 黑的那一副比較貴 帶一百塊左右台幣 紅色的 過年的時候可以用那一副玩啊 真的不懂為什麼要買這個 它也是突然出現在我的眼前 我就覺得好漂亮喔 我還忍住了 我都只買三個 因為我放你忍住了 風水管的 哇 太長了吧 它這裡面有什麼毛屑啊什麼 它就直接可以勾出來啊 這個應該60公分長 剛剛你有去偷媽媽的那個水果 對 它一下下去之後 一拉起來全部頭髮什麼都出來了 這個還不錯用 斜靶子 分拿造型 因為斗哥現在考慮的是 他希望媽媽在穿鞋的時候不要彎腰 站著就可以用斜靶子了 奶白色 然後霧面的 質感是蠻好的 這個吸鐵式 弄在牆上可以掛著 小偷來可以直接拿這個 直接K它 它這個吸鐵好像沒有很吸耶 就是剛剛好而已 地震可能就掉了 地震很多東西都會掉好不好 它網上面找很多這種小配件 手機的充電架 1萬的電池 插下去 它有附 頭跟電池 對 就可以直接這樣充電了 嗨 我們家寶寶出現了 剛剛本來想說 錄完了再去樓下帶它 結果呢 它待不住了 鼓鼓就把它送上來了 完蛋 那你一起坐在這邊好了 完蛋 其實你把它拔掉之後 它就是一個行動電源 然後它有一個腳架喔 更厲害的是它這邊有一個這個 拉起來 Apple Watch 掛在上面 就可以充了 這邊還有一個充電板 是給AirPods 然後另外我還買了一個這個 Makesafe的 磁吸手機架啦 當你要追劇啦 或者是 跟人家視訊 就可以用這個架子 可以伸縮 可以夾在任何地方 以前就有了 但是因為 Makesafe的磁吸緩出來 這個東西變得更小 更好戴 你可愛那些靶子 好像中午空 拿金箍棒 這個是我買給小喬的 充電的 也是Makesafe用 吸上去就可以充電 又挺好的 收集線跟電源器的盒子 像這種就可以放進去 下面呢 專門收線的 分類版 這個你可以自己擱 它有給很多個 然後這邊有打打打打打 然後附魔鬼站 你不要再咬我的腳架了 包包 包包 這個是現在拍的這一台 Canon相機的電池充電盒 它的這個充電盒 就是它除了儲存之外 還可以充電 會顯示電力 百分之多少 就是這樣子 有磁吸的感覺 打開可以放兩顆 還可以放SD卡 然後可以充電 我們好需要這個東西 每次我帶出去 電池都閃閃的 換到最後都搞不清楚 哪顆有電 哪顆沒電 延續相機 這個就是放記憶卡的一個小盒子 這個滿了 就把它這樣子 可以播的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 其實都是 喬喬要拍影片用的 這個是 這個是快拆座 我又買了兩三套 有拍照的人 大家來看 這個大概就知道幹嘛了 這邊是安全扣 扣過去 拿不下來呢 另外一個是 就讓Gopro也變成一個快拆 腳架如果再裝一個底座的話 就插上去就能用了 我真的很需要快拆 按下去它就可以拆掉 我不用在那邊鎖鎖鎖 這個頭接那個頭 我又買了一個大腳架 它是像寶特瓶的粗度 所以一手就可以握住了 大概不用轉了 這樣就可以拉了 哦 講真的我真的是3C終結者 真的很不會用這些東西 各位廠商 你只要把東西拿來給我用 如果連我 都覺得很好用跟很上手 那我跟你講 齁 不得了 東西一定大賣 你女兒現在自己躺在床上 我幫我陪她一下 你女兒應該在裡面的床 她自己說她要進去 嗯 等一下會錄到你的東西哦 哦 哈哈哈 它現在很可愛 一個人可以玩得很開心 這次真的發現一個很妙的東西 給大家猜一下這是什麼 先看一下我跟寶寶 然後它是這樣轉上去 這個是這樣子的 然後轉上去 你就可以看到自己然後拍東西 它也可以直接上快拆 再來這個是攝影的吸盤 可以吸在玻璃 或很光滑的別面上面 重點是它可以承重到相機的重量 這好像是4.5吋的吸盤 可以嗎 爆爆 嗯 我現在一個禮拜不見 一直要爆爆爆 它的使用就是 放在玻璃上面之後 擠壓空氣 擠壓空氣 對 就是整個桌子都可以搬 哦 這個是小的一個支架 上面有很多的孔 所以你可以裝在這邊 看你想要加哪一個角度 側邊也有洞 你可以裝在這邊 你可以裝在這邊 你可以加很多的東西進去 我們就可以把它黏在車上 新家那邊如果有玻璃 或飄 哎呦 你怎麼把我弄壞了 你好恐怖哦 你這破壞狂 阿 阿 爸爸 爸爸 它準備要睡了 完全就是三件套 可以夾在 背包上面的 夾這個東西的話 我相機就可以直接揹在前面 中間那邊也可以加快拆 底座 所有東西就一個按鈕取下來 接下來呢 就跟寶寶有關的東西囉 在旅行的時候 大家有看到我用一個揹袋 那個是我跟慧慈姐的 用完我覺得很好用 然後我就請斗球幫我買了一個 我也不知道怎麼買 玉秀 其實基本上就是像平常我包它 小的地方呢 就是腰靠的地方 下面這一大段就是屁股的地方 你們要做得很穩啊 OK 然後我們要把它拉緊拉緊 拉緊拉緊 爸爸看起來很舒服嗎 嗯 腳有M型嗎 有 手其實還是要撐一下啦 然後但是至少有一隻手可以空出來 可以接電話 或者是要拿護照出來 台灣的夏天還是很熱 我想把它放在它的嬰兒推車上 但是做這種八爪章魚腳 連我這種笨笨都很會撞 實質感也還不錯 就不會覺得我隨便一碰它 它就要散了 有沒有涼涼 涼涼 我覺得它風還不錯 嗯 好 兩段 嗯 三段最強 哈哈哈哈 涼涼 第四段沒有 就是風會這樣 對對對 強變弱 聲音沒有很大 大家可以聽一下 還不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寶寶手伸不進去的大小 但硬要塞進去是塞得進去 爸爸你看 妳能不能摸到這個 我有 對 手不能進去喔 電風扇手進去沒有 痛痛 不行喔 知道嗎 摸 這樣摸可以 這樣摸可以 但是手不能伸進去 OK 淘寶本來就是我買衣服的來源之一 跟大家簡單分享一下 第一個是襪子組 然後我買了一個 白 灰 黑 三個一組的 很薄透 你可以堆疊在你的小腿 配皮鞋也很好看 有一點個性也有一點可愛 用這樣子的襪子來做搭配 我覺得很好 我有一雙銀色TOTS的痘痘鞋 配上一個這樣子的小堆疊 就有點小隨性 可以製造那種鬆弛感 oversize的襯衫 襯衫搭配也是非常的多元 加一個背心就有學院風 加一個牛仔褲 加一個裙子 都可以製造出不同的感覺 它是夾兩件的風格 裡面呢是這種細格子 然後外面是這種大格子 手腕的地方還有一個小小的這個 左胸有一個小小的刺繡小玫瑰 摸在手裡的感覺我覺得也很好 79塊人民幣 線頭也不會很多 你也可以把它這樣子扎進去 這樣也好看吧 好看 媽媽穿好看嗎 然後你裡面可以穿一個小短褲 抱抱抱的時候動作很大 也不用擔心肚子會跑出來 它那個領子蠻利的耶 不會軟綿綿的 塌塌的 很不錯 登登登登 接下來呢這三件單價 100到300不等的人民幣 米色或白色非常的好搭 是有點小中式的感覺 生了寶寶以後 其實我很難再穿像這種背心類的衣服 這一邊肉就比較多出來 背也變得比較厚 它是做一個圓圓的這種蓬袖子 花是這樣子 我覺得我很喜歡 質感上面沒有彩雷也還蠻好的 好看嗎 從這邊開始是半透明的部分 這雙襪子就是我剛剛買的啊 可以做小小的堆疊 然後你也可以把它全部拉起來 小蝴蝶結子 有一點可愛 但又不會太過分 這邊呢 其實都很有效的都幫你包著了 又有一點小設計感 最後一個 套裝 就是白色系的 我現在自己很喜歡這種 比較優雅的感覺 它的袖子有一點小蝴蝶結的 質料是這種 有點像木耳 進去會有一點小透膚感 立體度很不錯 直筒的裙子 旁邊都有一點小開叉 它下面是做一點有點圓弧 花瓣感 這種質感 近距離的時候還可以看到 我覺得非常棒 裡面呢 這個是鬆緊的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搭配啊 你用這件衣服直接穿 你平常穿的牛仔褲也很好看 這件裙子 你也可以配各種顏色不同的上衣 像這種奶白色 或是米白 純白 都是我春夏能場 會購入的色系 因為會非常的好搭配 很隨意的 亂亂開箱 喜歡這個主題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會對於我買的什麼東西比較有興趣 我也可以比較有系統的整理跟歸納給大家 如果大家覺得在淘寶買到很想給我推薦的 尤其是我接下來要裝潢 但是因為買衣服比較沒有壓力 如果它跟我原本想像的不一樣 那或許我還可以送給別人 或者我可以把布裁下來 當別的用途用 可是如果是買家具 這件事情買到是不OK的 我就覺得真的是頭很暈 我現在也不知道 我是不是應該在淘寶找家具 大家給我一點意見好嗎 或者是大家有什麼推薦的店家 推薦的品牌也都可以 非常非常感謝大家喔 待會我趕快把衣服換一換 因為我們家小孩在喝奶了 我待會要陪他睡覺 那就這樣子囉 今天的淘寶開箱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